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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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萬里非上 脚下踏遍 前秋放 花潭之間 青秋之上 切割千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了来了 刚刚那个金色薛影那么大动静 就是他们二人搞出来的 那可是轩人皇朝九公主 信任任黄啊 啊 那个传闻中在任黄遗迹 打败大师姐的就是她 师父 大罗宗这么多人 一起上的话 我可打不赢啊 瞎想什么呢 好久不见 任黄大人 李师姐 好久不见 任黄客气了 掌门师祖已经等候二位多时 请随我来吧 那就有劳了 在任黄遗迹 才刚凝聚出陵海 几日不见便到达陵海巅峰 还有刚刚的灵力幻想 这就是任黄的天赋吗 禀师祖 师父 人已经到了 来了呀 请坐请坐 尝一下我这刚炮好的碧罗春 二位的事老夫已经了解 后生可畏啊 九公主 哦不 老夫现在应该称呼你为仁皇大人了 掌门过遇了 这都是师父的功劳 我也只是运气好而已 运气 非也非也 在短短一个月内重塑经脉 以繁静修为获得仁皇传承 现在已经是陵海境巅峰 修炼速度如此神速 老夫说是奇迹也不为过 你说呢 仁皇的师父 查不错 那个罗掌门 这次我和师父来大罗宗 其实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仁皇是来拿大罗宗的气韵 老夫说得没错吧 但你可知灵山地脉的气韵 对于一个宗门来说 意味着什么 一旦你承载了弗灵山的气韵 意味着大罗宗的灵气供给 将会优先提供给仁皇所用 从今往后 大罗宗将与仁皇 以荣俱荣 一损俱损 而你是否又承担我大罗宗门下 众弟子性命与前途的觉悟 我 仁皇遗迹 只是上任仁皇大人留下的考验 只有获得仁皇界所有的气韵 方能称之为仁皇界的皇 敢问仁皇 又是否做好背负起仁皇界的觉悟了 怎么回事 就是打起来了 好强的灵牙 可恶 五脏六腑都要被压碎了 再这样下去 不 即遣返你是仁皇 怎么可以每一次都依赖师父 我选择承载这些气韵 自然已选择了承担这份责任 因为 我是仁皇 我为仁皇 自然便是要担下 天下方生 你师父封建多年 这次居然出手了 竟然能抵挡住师爷的灵牙 这就是掌门师祖的气势吗 刚刚另一道气息也好厉害 难道 是仁皇的师父 数千年难得一见的金灵海 比妖兽更蛮横的体魄 还有这一往无前事不低头的倔强 和你真相啊 小丫头 你真的不错 多谢楼掌门 手下留情 即便是前代仁皇大人 在灵海境 也做不到你这种程度 小丫头 你的决心我看到了 你的考验 通过了 本座有个疑问 请教罗长老 道长请说 天人静之后继续留在仁皇界 你的修为不会再得到提升 身体也会逐渐衰落 这是为了什么 老夫有此境界 全一年轻时 曾得到先代仁皇指点 他与我有大恩 而这仁皇界中还封印着 诸天外语的魔修 老夫自然得先替仁皇 守护好这仁皇界呀 这仁皇界目前最大的隐患 佛怒修罗 已被我斩杀 其余要挟暂时不会有什么动静 未来千凡有足够能力应付他们 道长 多谢道长 老夫也是该出去走走了 今后就拜托你们年轻人了 师父 师祖 终于要踏出那一步了 师父 卢掌门这是 仁皇界既然已无需再挂心 自然是要前往更高的界域 这样啊 等等 师父 你刚说 还有其他被封印的魔物 我叫刘宝 被迫穿梳成为软的汉阳 你又想偷偷逃回去 干掉他 还有人天天想搞我 没关系 这里的剧情我都知道 没理由不能混得风生水起 被迫成为反派追去第三剑 火热上线周 每周五十二点更新 等你来看哦 字幕志愿者 杨宝 字幕志愿者 杨宝 字幕志愿者 杨宝